大家來女朋友 由不來 絕不來 廣山要聽關帽節的紅歌遊 我最喜歡跟話很少的人 我覺得在山上的時候 我會進入一種所謂的心流狀態 所以你完全不會有什麼煩惱 因為你非常專注在眼前 眼前的這個解謎的過程 就是你在找答案跟解謎的過程 所以在山上沒有煩惱 是下山以後才會煩惱說 離開電腦那麼多天 回去有很多文書作業要幹 下山才會有煩惱 這邊有黃藤 我比較有害怕的植物 是什麼 帶刺的都很怕 黃藤最可怕 對 懸鉤子很可怕 我的褲子被勾破很多 除了害怕的植物之外 其他我覺得都是驚喜 對 我以為是怕鬼 原來是怕植物 山上比較不需要怕鬼 因為有很多傳說不是嗎 對啊 可是我覺得 尤其在古道的那種山徑 超多各種各式各樣傳說 不會 我覺得如果像這種古道 如果真的出現一個日本兵 我不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裡就是這樣 對 那種感覺 對 常常有人說跟我去爬山 看到的都是山的哀愁 就是不是美麗是哀愁 因為你會看到步道發生什麼問題 哪個地方崩塌 然後你會看得出來 預期未來的風險 然後是一個算是這樣子的緩坡 有保留的就是旁邊的氣石邊坡 老師可以看 那我自己在爬山的時候 我會關注這個山 它受到了什麼樣的傷害 然後這裡面以前的人 曾經存在的痕跡 我都在觀察這些東西 如果你有深入去認識那條路的話 那每一條路的魅力 你沒辦法說最深刻 這一塊 就是它這個地方叫做林海峰石坡 我們在勘察的時候 其實就像上方那些 石頭是會滾動的 很大塊 裡面的地方 好幾段它是以前的舊工坡 我們是分辨得出來 但是一般人是分不出來 其實這個林海峰石坡 真的原來是沒辦法走的 然後它把它整理得這麼好 那這為什麼會那麼難忘呢 因為那個 它中間發生了蘇拉颱風 然後導致那個路口整個崩掉了 所以它就被封存在這個時空裡面 然後覺得有一點遺憾 但是這又是一個 只有我知道的人才會來的秘境 所以可能是最懷念的之一啊 你看全這邊住在學 所以透過走路才能夠發現一些東西 那我們是透過去勘察古道 然後去做古道的修復 其實在那個勘察或修復的過程中 會產生一種跟這個山林 還有跟現在看不到的古人之間 對話的一種很神奇的魅力 所以那種東西就會讓你迷上 你會一而再 再而三地進到山裡面去尋找去發現 其實我真的覺得在山上都很享受啊 看到美景 看到美景是最享受的 大海跟高山它會讓你打開你的視野跟胸襟 你會覺得自己很渺小 山有一種崇高 然後海有一種包容 就是什麼都對它來說 都是波然不驚的那種感覺 這海就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當你在山跟在海的面前 你就會變得比較謙虛 在山跟海上一下 看著岩 川南 第一 野耳 海聲 山